堆得像小山的食材 在大锅里不断转牙转 转出丰富美味 嘉义知名的砂锅鱼头 无论何时来总是大牌长龙 没想到现在却沦为会选工具 新北地解署查出 新北市板桥区议员 黄俊哲的办公室主任 唐龙辉及父亲黄中信 与某建设公司的零性负责人 挪用49万资金 买500盒砂锅鱼头礼盒 分送给新北市浦前地区的林里长 要求把票投给黄俊哲 此举涉犯选霸法及背信罪 检方起诉黄中信 唐龙辉等8人 一审因证据不足遭驳回 检方不服上诉 结果二审大逆转撤销原判决 改判黄俊哲当选无效确定 全案定业 黄俊哲一路扫的 去年九合一大选 板桥选区战况空前 黄俊哲到处跑行程 还找来前副总统 陈建仁拉抬身事 但会选争议浮出台面 虽然当时就出面澄清 砂锅鱼头事件与选举无关 但这回新的判决出炉 黄俊哲没有多做回应 表示会尊重司法 未来会把重心放在家人身上 而至于谁来逮捕空缺 根据新北选委会表示 会由落选头十一又递捕上位 正在昨天的新闻报道 我尊重司法的判决 我一直持续在地方上的 勤套基层 服务民众 未来如果有过大服务的机会 我当然是乐观其成 黄俊哲在十二年前 就曾被指控会选 判当选无效 这回又因砂锅鱼头事件 再度正创他的政治生涯 民事新闻连续黄启豪 新北市报道